在明朝末年,一个贫穷但才华横溢的书生李出生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。 虽然过了娶亲的年纪,但是不知为何,竟然没有人肯将女儿嫁给他。 一天,他在院子后面的山路上,偶然救了崴脚被野狗袭击的姑娘,此女竟然是封家庄的女儿封双双。 封家庄的庄主有两个宝贝女儿,当初这对双生子出生后,姐姐封水水体弱多病,便被送去了道冠修习术法,妹妹封双双就成了封家最得宠的人。 封家虽然并不是达官显贵,但是在当地也是有名的望族,掌握着封后的财富和巨大的影响力。 封双双从小就生活在金钱和特权的环境中,她习惯了奢华的生活,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 然而,李出生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,生活朴素且贫困。 她常常目睹着社会的不公平与贫富差距,渴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。 她向往着封双双所拥有的权利、金钱和地位。 从封双双看自己的眼神,她确认这姑娘爱上了自己,可是想到自己的过往,她又担心自己又是白忙活一场。 可是,封双双心思单纯,见英俊的李出生对自己如此体贴,便心生爱慕,隔三差五地往李出生这里跑。 只是,她觉得自己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,李出生怎么还不跟自己表露心意呢? 难道是不喜欢自己?还是另有缘由呢? 封双双是个急性子,决定弄个明白。 这夜,月光洒在封双双和李出生之间,创造出一种安静而浪漫的氛围。 两人站在河边的小镜上,微风拂过,带来一丝清凉。 封双双紧紧地握着李出生的手,眼神中充满了爱意。 她轻声说道,出生,我一直想告诉你,我喜欢你。 李出生的脸上闪过一丝矛盾的表情,她轻轻摇了摇头。 她注视着封双双的眼睛,坚定地说道,双双,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喜欢和关心。 但是,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 封双双的眉头微微皱起,她不愿意接受李出生的拒绝。 李出生,我从来没有嫌弃你家贫穷,我只在乎你的内心和你对我的感情。 你是一个善良、勇敢而真实的人,这才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 李出生的目光变得深沉起来,她似乎有些难言之隐。 双双,我并不是在拒绝你。 相反,我也喜欢你,只是,我怕你了解我的真实情况后就不喜欢我了。 封双双感到困惑和好奇,她凝视着李出生。 你的真实情况,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? 李出生微微苦笑,轻声回答说,双双,我家以前住在五十里外的李家庄。 我爹曾经犯了一次偷盗罪,被送进了监狱。 可是,他在那里的几天后就突然死了,原因至今没有查清楚。 风双双震惊地看着李出生,偷盗,你爹是怎么死的? 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吗? 李出生苦涩地摇了摇头,我爹是被冤枉的,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 官府称他是突发哮喘死的,但是我爹没有哮喘病,我们一直怀疑可能有人为的原因。 后来,我娘实在受不了流言蜚语和压力,就带着我来到这个地方重新开始。 风双双紧紧握住李出生的手,眼神中充满了同情和理解。 出生,我可以理解你的困境。 我相信你爹是被冤枉的,那些事都跟你没有关系啊。 李出生感激地望着风双双,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,双双。 这几年来,由于有人听说了我爹的事情,传得有鼻子有眼,所以至今没有人愿意将女儿嫁给我。 我害怕这样的传言会影响到你和风嫁。 风双双坚定地说道,出生,我姐姐常年住在道观,我爹娘最疼我,只要我坚持,他们就不能怎么样的。 只是,不知道你,李出生的眼神中绽放出希望的光芒。 双双,你这样说我真的太开心了,我从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,两人紧紧相拥,感受着彼此的温暖和支持。 李出生有种石头落地的感觉,下一步就看风双双如何说服风家父母了。 风双双知道李出生的条件不好,而且还有他爹的名声问题,他爹娘应该是不同意的,因此他决定先将这段爱情保密,只告诉了亲姐姐风水水。 中秋夜,明月高悬,风水水年又身体虚弱,寄养在一座靠近村子的道观。 这道观,位于山间,四周环境清幽宜人,是修行者们修习术法的地方。 这一天,风水水迫不及待地要回家探望亲人,虽然他在道观休息了许多年,但家乡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对他来说仍然是无可替代的。 当晚,风水水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归途。 他步行穿过山林,穿越田野,沿着土路小径走向了家乡,几个小时后,他终于看到了家门口。 风水水轻轻推开家门,发现家里异常安静。 明明知道家人得知自己回来应该是喜出望外,但他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 他心中不禁升起一丝不安。 悄悄进入屋内,风水水的目光迅速扫过每一个角落,他的妹妹双双坐在桌前,凝视着月色映照下的窗户。 风水水有些惊讶,她自己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,双双怎么会察觉到她的存在呢? 走进双双,风水水轻声问道,双双,你怎么看到我了? 我可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回来。 双双转过头,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异样。 她轻声说道,姐姐,我看到你的时候,感觉你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息,好像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。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,但我确实看到了你。 风水水心中一阵震惊,她明白那股特殊的气息应该就是她修习竖法的结果。 她温柔地拥抱着双双,轻声安慰道,双双,你没有看错。 这是我修习竖法的结果。 现在我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隐匿我的身形,但你却能看到我,这说明我们之间有着特殊的链接。 双双紧紧抓住风水水的手,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 看到妹妹欲言又止的样子,风水水追问,双双,是发生什么事了吗? 风双双将自己与李出生相恋的事告诉了姐姐。 听到李出生,风水水立刻眉头紧皱,问道,可是后山下河边住的那个李出生。 正是,姐姐你知道她。 风双双有些诧异。 风水水看妹妹的样子,显然对李出生已经情根深肿,可是这李出生的事她也是略有耳闻的,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。 可是双双却直接说,她爹被冤枉的,而且还是被人害死在狱中,她都告诉我了。 风水水看着单纯的妹妹,心想这李出生倒是会拿捏人的心思,明日她定要去李家庄查个清楚。 风水水第二日便前往李家庄,问过很多人,又去县衙打听,才知道,当初李出生他爹李二是个好色之徒,而且人人皆知,明明已有家事,还有了儿子,可是还是经常调戏梁家女子。 有一次看上了县太爷表兄家、王家的女儿,不管人家愿不愿意,他就想要休妻娶王氏女,他是把妻子休了。 可是连王家的门都禁不得,最终为了泄愤,竟然夜里闯进王家,将王氏女玷污,最终被王家打断了腿揍了个半死,还没等判刑,就病死在了狱中。 这期间,他的原配并没有去看他,而是带着儿子卷了家产逃走了。 风水水猜得没错,李出生果然是骗了自己的妹妹,若是与这种人接亲,日后风家可是要被嘲笑的。 更何况这李出生显然就是个跟他爹一样攀龙赴凤之人,他必须阻止妹妹往火坑里跳。 当风水水找到风霜霜的时候,他看到妹妹正坐在窗前,手里把玩着一个木头簪子,想来是李出生送的。 家里金银珠宝无数,此时沉浸在爱情中的风霜霜,却被这破木头簪子爱不释手,果然爱情迷人眼。 风水水委婉地将自己调查的事情说给妹妹,起初风霜霜有些震惊,但是转而就说,就算是真的,那也是他爹李二的错,是他抛弃弃子在先,有那样的下场是应该的,若是换作是我,我也不会去看。 双双,李出生骗你啊,你要小心,也许他并不是一个真心待你的人。 风水水轻声警告道,风霜霜却不以为意,他沉浸在爱情的迷雾中,坚定地说道,姐姐,我知道你担心,但是我相信李出生。 他对我非常好,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而纯粹的。 请相信我,他是值得依靠的人。 风水水望着风霜霜的坚定目光,心中涌起一股无奈和担忧。 他明白妹妹已经深陷在爱情的迷雾中,很难听尽她的劝告。 妹妹,我知道你对她的感情很深,但是有时候,感情会让我们失去判断力。 我不希望你因为爱情而受伤害,至少多加小心吧。 风水水雨气中透露出担忧。 风霜霜黯然低下头,他明白姐姐的担心,但内心深处仍然坚信李出生是一个好人。 他再次看向窗外的夜空,彷徨地说道, 姐姐,我明白你的担心,但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。 我会尽力去保护自己,我会去找他问清楚的。 风水水深深地叹了口气,关门出去了。 风霜霜望着窗外姐姐远去的背影,内心充满了无助和痛苦。 他明白姐姐的担心,但是他也相信自己的感受。 他不愿放弃于李出生的爱情。 在那个晚上,风霜霜静静地坐在窗前,凝视着夜空中的明月。 泪水渐渐流淌在他的脸颊上,他下定决心要追随自己的内心,不管有多大的困难。 风水水的反对只是第一步,他知道会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它们。 但风霜霜相信,只要他们坚守爱情,勇敢面对,就一定能克服一切。 他暗下决心,即使天塌下来,他也要牢牢握住与李出生共度一生的手。 面对风霜霜的质问,李出生立刻一副自卑样子。 我就知道我不该瞒着你,虽然我爹罪有应得,我只是骗我自己,不相信自己的爹竟是那种畜生。 只是,你能理解吗?理解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心吗? 果然,几句话下去,风霜霜原本还有一丝气恼的心,就被他哄好了。 李出生没想到,风霜霜迟迟没跟风家父母坦白,而且突然杀出个风水水, 这让他感觉不安,不行,倒嘴的鸭子哪有飞了的道理。 风水水见妹妹从李出生那回来后,又是满脸的开心,他知道李出生又将他哄骗住了, 于是,只得将此时告知父母,希望双双能知难而退,及时悬崖勒马。 风老爷急疼爱这个小女儿,听后虽然气恼,但是不忍责怪,只说是自己的错, 把女儿保护得太好了,让坏人有了可乘之机, 于是次日就进足峰双双,还张罗着给他寻亲时。 李出生得知后,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,改变命运,将生米煮成熟饭。 他决定私自带着双双私奔,等几年后生下儿女,再回来, 那么风家父母也拿他没辙,自然不会张扬是自己的女儿跟人私奔。 那天夜里,李出生心急如焚地来到风家,跳进了双双的院子。 他忐忑不安地敲响了门,风双双打开门的一刹那, 看到了李出生满怀决心的眼神。 双双,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我无法忍受再次与你分离。 风水水阻挠我们的关系,让我们错过了太多的时光,我不想再等待。 我们一起私奔吧,开始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,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 李出生的声音中透露着急切和坚定。 风双双被李出生的话语所感动,他看着李出生的眼睛,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。 出生,我也无法忍受分别,我不想嫁给别人,我这就跟你走。 看着风双双要立刻跟自己走,李出生连忙附在他耳边交代, 快去拿些值钱的细软,我怕你跟着我吃苦。 风双双直接让他进门,他们一同收拾行装,偷偷离开了风家。 当风家父母得知李出生和风双双私奔的消息后, 他们陷入了巨大的崩溃和痛苦之中。 他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找人,因为实在丢不起这个人。 派人去李家后,李母竟然都不知道自己儿子拿了家里的所有钱才走了, 这让风老爷更气恼,连养大自己的亲娘都抛弃,真是畜生啊。 与此同时,风水水得知风双双和李出生已经私奔后, 他心中充满了对妹妹的牵挂和担忧。 风水水发誓要找到妹妹,还要让李出生付出代价。 五年后,百里之外的燕门城,风水水终于找到了李出生。 然而,水水却听说李出生即将成为守城将军林峰的女婿, 而面对质问,他明确否认曾经带着双双私奔的事情。 哼,我哪里知道那个女人去了哪? 当初拒绝我,还害得我伤心好一阵呢, 果然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就是难伺候, 这时候说不定跟那个野男人私奔了呢, 可别往我身上扣拾盆子。 然而,水水注意到他腰间佩戴的玉佩正是双双的, 因为那是一枚风家独有的玉佩。 他和妹妹出生后,父亲便令人将二人名字刻在上面, 错不了的。 哼,你若是不把双双好好的交给我, 我倒要看看后日你能不能进了将军府的大门。 风水水威胁道,李出生心里不爽, 如今好不容易攀上了将军府, 怎能让这女人坏了事, 她患上一副无辜的样子, 我真的不知道,不信你自己去查好了。 如今,经过多年的修炼, 风水水不仅找回了缺失的魂魄, 而且还能听到那些游魂的声音。 正当她咬牙切齿盯着李出生转身而去的背影时, 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, 燕东村,燕东村。 水水心中亥然, 这是双双的声音。 难道她已经死了? 来不及多想, 她决定立刻动身燕东村, 经过打听, 她终于来到了燕门城东石里的燕东村。 只是, 这一路她都没有发现有个影证在跟着她。 当她问起村里人李出生的家在哪里时, 大家都摇摇头表示没听过。 难道是隐姓埋名? 正当风水水感到失望之时, 突然, 一位穿自眉的娘子从巷子走了出来, 表示她认识李出生, 只不过她改名叫李生了, 她也是给她家送菜的时候, 与她娘子谈话间得知的。 很快, 风水水追问下, 确定李出生之前确实住在这里。 而令她恼怒的是, 川自眉说, 那女子并非是她娘子, 是跟她私奔来的, 原本是打算等二人生了孩子, 就回去的。 可是那女子肚子迟迟没动静, 让男的失望至极, 然后就开始虐待她, 夜夜都能听到毒打她的声音。 后来, 听说是在郊外救了守成林将军之女, 之后就搬走了, 但是并没有带着那个女人, 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卖了, 这个消息让水水震惊不已, 她感觉到了双双可能遭到了不幸。 风水水如今能够听到那些怨念强的游魂声音, 若是强行开启天眼, 自己必然遭到反噬, 可是来不及了, 她必须快点找到双双, 阻止李出生攀上将军府。 那川自眉将她带到李出生原来的房子后, 就离开了。 风水水师数开了天眼, 果然, 在她的天眼中, 她看到了双双的灵魂出现在了自己面前, 那灵魂已经偏暗, 浑身充满力气。 姐姐, 你终于来了, 李出生这个畜生带着我的辟邪玉佩, 我进不了身, 但是我不会放过那个姓林的女人, 想入坠将军府做梦吧。 哈哈哈哈哈哈, 风水水剑妹妹显然已经疯癫了, 若是让她害死林将军之女, 那么她就变成恶灵, 永远不能超生了。 双双, 你冷静下来, 姐姐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。 你先告诉我她将你埋在了哪里。 风水水的天眼关闭, 人也虚弱地靠在墙上。 天色渐暗, 一直跟着风水水的人营, 也匆匆离去。 四日清晨, 风水水恢复差不多了, 她带着满腔愤怒回了燕门城, 直奔将军府。 林将军见眼前女子神情坚定, 原本也不太看好这个女婿的她, 决定跟着一起去公堂看看。 大堂之上, 面对风水水的指控, 李出生满脸无辜。 当官拆将那川自眉娘子带来时, 风水水一脸得意地看着李出生, 心想这次看你还如何狡辩。 可是, 下一秒, 那川自眉妇人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 指着风水水就豪哭, 大老爷做主啊。 就是她, 昨日绑了我的儿子, 逼着我来给她作证, 说认识李出生, 还亲眼看到她杀害了她的娘子。 风水水惊诧地看着突然反水的妇人, 才知道自己被李出生摆了一道。 果然, 派去寻找风双双尸身的官差也空手而归。 大老爷震怒, 李出生火上浇油, 可是林将军却白白手, 算了, 他也是找不到妹妹心急罢了, 不要追究了, 你说呢, 李生。 李出生自然是不敢违逆未来岳父的意思, 改口说, 那就不追究了, 以后可莫要再毁人清白了。 林将军并非完全没了怀疑, 只是早上风水水说的, 他妹妹怨念加深, 打算找自己的女儿下手。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。 大婚当日, 李出生沉浸在婚礼的喜悦中, 然而, 当他在更衣室准备换上喜服的时候, 一场意外打破了他的喜梦。 双双的玉佩从他手中滑落, 摔碎成两半。 这突如其来的情景让他感到不安, 他的肩膀似乎变得沉重, 全身失去了力气。 人群中, 风水水隐约看到一团黑气像人形一样, 坐在李出生肩头。 他紧皱眉头, 心里隐隐有着不祥的预感, 双双决定对李出生下手, 那么他就要变成恶灵了, 他必须要去阻止。 外面鞭炮齐鸣, 可是李出生的耳边却只听到, 来见我, 来见我, 只要来见我, 我就放过你。 这声音带着一种威胁和诱惑的色彩, 令李出生胆战心惊。 突然, 李出生放开新娘的手, 冲着大门外跑去。 等他稍微清醒些, 就发现已经到了城外的一处树林, 看着那处新土, 他不受控制地往前走。 紧随其后的风水水和林将军一行人, 就那么看着李出生, 跪下来徒手开始挖土, 不多时, 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就被挖了出来。 李出生一把抱着尸身, 眼神空洞地念叨, 双双, 是我错了, 我不该为了攀上林家, 而买通林家, 下人将林小姐带到郊外。 然后上演英雄就美, 我不该厌弃你, 不该亲手掐死你, 众人大惊,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 畜生, 是风水水愤怒的声音。 此时, 李出生似乎才彻底清醒, 看着怀中的腐败充满恶臭的尸体, 他瞬间呕了起来。 然后, 就看到林将军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, 他连忙连滚带爬地跪在他面前, 抓着林将军的衣摆, 岳父大任, 不是我, 都是风水水陷害我。 他喜欢我, 他得不到我, 就不想让我好过。 见林将军不为所动, 狠狠甩开他的手, 李出生转身就要扑向风水水, 都是你。 要不是你, 当初我何必带着双双私奔? 我要杀了你。 可是, 他还没有进风水水的身, 就被官差用大棍子给打得跪下去。 一切尘埃落定, 李出生在大牢中还不死心, 买通了官差给林小姐送了信, 表达自己十二分的真心。 可是, 林小姐看到信的那一瞬就感觉无比恶心, 敢欺骗自己, 当时就把那个串通外人的奴婢障毙, 他仍然咽不下这口气。 于是, 当天夜里, 李出生就死在了大牢里, 死状凄惨, 跟当初他爹一般。 风水水将风双双带回老家好好安葬了, 因为怨念散去, 很快便转世投胎而去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